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2月6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习近平 高规格操办 江泽民丧礼,第二个是中国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混乱无所适从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1个 第3届美国和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叫TTC 部长级会议12月5号在美国召开,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 贸易代表戴琪 以及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 维斯塔格参加了会议,规格非常的高 美欧贸易技术委员会TTC是2021年成立的,目的是建立永久的 贸易规则技术标准 这是西方国家对抗中国的一个战略性的手段 在这次会议中讨论了限制半导体出口到中国的问题 欧美都在加快本土的半导体产业实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欧美同意建立一个共同机制,相互分享 各自政府支持半导体产业的信息 建立对市场动态的共识 双方还在实施一个 早期预警机制,应对缓解半导体供应链受到的干扰 欧美还指出,中国在医疗季节领域奉行的保护主义政策 采取了一系列非市场措施 支持本土的医疗器材行业,构成了对美国和欧盟的威胁 然后欧美开始交换中国医疗器杰公司的信息 医疗在医疗器杰这个领域 这个基本上是欧美国家的一个 天下 基本上欧美国家天下 中国是欧洲医疗设备和器材的主要贸易伙伴 占欧洲医疗设备市场出口大概12% 另外 美国和欧盟还考虑对中国生产的钢铁和铝材 征收新的关税,应对中国的碳排放 和全球产能过剩,消息人士说 欧美原则上达成共识,但是要敲定最后的细节 欧美还就美国补贴电动车的法案进行了讨论 并且打算继续找解决办法 这是第1第2 美国总统拜登12月6号前往雅临桑那州凤凰城参加台积电 宜机宜事 拜登总统在下午2点钟发表讲话称赞台积电投资美国 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 投资项目,这两座晶圆厂 将会创造1万个高科技的工作 1万个建筑工作,2024年投产 台积电今天还需要做出两项重大的宣布 台积电将会在现有厂房附近 兴建一座3纳米的晶圆厂 芯片厂 预计是明年动工,2026年量产 这将会把台积电对亚利桑那州的投资 从12亿美元 120亿美元,大幅提升到400亿美元 第二,台积电将会把凤凰城 重新建工厂 就是 从原来的5纳米厂 就是 现在正在建的 这个厂其实是个5纳米厂 会把这个5纳米厂升级成为4纳米厂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主管产业政策和芯片法案实施的 恰德吉说 台积电的宣告从各个方面看都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他说 台积电的两家工厂在完成完工之后 年产量将足以满足全美国的需求 台积电的投资计划对美国非常重要 包括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凯利 和现任的后任州长,凤凰市的市长 后任的州长 凤凰城的市长都出席了一级一事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 台湾国发会主席龚明鑫,台湾驻美代表 肖美琴,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 超微就是AMD,执行长苏兹锋 辉达的 执行长黄仁勋杜出席的这次一级一事 这是一个很盛大的 盛大的仪式 第3 彭博社12月6号报道说,美国将会对台湾 出售100枚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 以及雷达和支援设备 价值8.28亿美元 美国国务院要求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向台湾出售爱国者三型增程型的导弹 这种导弹采取了碰撞击杀的技术 比之前运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更先进 美国国务院还要求向台湾提供M903 发射器改装套件 导弹整发 整发弹的训练器以及提升升级软件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通知,这次对台军售依据的是2010年对台 28.1亿美元的军售相关条款 是对先前交易的升级,而不是新的交易 所以这次升级不会改变 2010年对台军售的总价值 美国国务院最快将会在12月6号通知美国国会 由美国国会进行30天的审查 第4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月5号 指示国防大臣冰田静一 财政大臣 林牧俊一 把未来5年的防卫预算,日本的防卫预算总额 增加到43万亿日元,大约是 3712亿美元 那么日本是2019年到2023年的防卫预算大约是27万亿日元 新的防卫预算总额大幅提高了1.5倍 岸田文雄表示 不仅要在2023年 到2027年增加防卫预算 在2027年年度以后也要维持稳定的防卫投入 冰田静一表示增加预算会大大加强 日本的防卫能力 使得防卫省和自卫队可以充分的履行职责 岸田文雄上星期指示政府调整预算 目标是把防卫预算从 在2027年增加到GDP的2% 第五 韩国与朝鲜军方一连两天相互发炮示警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月6号指出 朝鲜从上午10点开始向江源道 高城郡一带东部海域 发射了90多枚炮弹 初步估计是朝鲜用火箭炮 射击 炮弹落在韩国北方边界线的海上缓冲区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则指出,韩国军方在12月6号上午9点 在前沿阵地附近 用火箭炮 和驱射炮发射炮弹 于是朝鲜下令前线炮兵部队 实施海上实弹炮击 以示警告 12月5号朝鲜以美韩联合军演为由 向东部东西部海域发射了130多枚炮弹 第六 乌克兰军队12月6号出动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 俄罗斯库斯克 库斯克州的一座机场,击中了机场的储油槽 引发大火 这是乌克兰军队连续第2天派无人机 深入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 乌克兰军队12月5号用苏联时期制造的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 梁战和恩格尔斯两个军用机场 军用机场 以色列的商业卫星公司公开的恩格尔 恩格尔斯 军事基地的照片显示 一架图22M战略轰炸机出现了燃烧的迹象 世界上第1次出现了这个 低科技的无人机 袭击 战略轰炸机基地 乌克兰军队成功的挑战了 俄罗斯的三位一体的核武库 俄罗斯的天空军的压舱 终极武器 就是什么 就是图160和图95战略轰炸机 都部署在这里 那么现役的图160只有16架 现役的图95只有56架 都是俄罗斯最后的 这个战略武器 这件事情有力的证明什么 俄罗斯的国土防御系统已经渗透成了筛子一样 就直接进去打怎么打都行 第7欧盟12月5号开始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限制 那么一些邮轮无法向土耳其政府 提交保证保险证明不能穿过 土耳其的 博斯普鲁斯海峡 有19色欧船堵塞在土耳其海域 世界上90%的航运保险是由欧洲公司提供 那么如果你要运输俄罗斯的石油必须符合 欧洲确定的石油价格 价格限制就是低于 60美元 你才能够获得 这些欧洲公司的保险 这是欧盟打击俄罗斯石油收入的重要手段 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这些没有按照 60美元以下成交的这个石油就没办法运输 这件事情其实之前已经预见得到 但是这些 这些石油公司为什么预见不到非常愚蠢 12月6号亚洲交易时段 美国西德州中制油的期货 上涨0.8% 每桶是77.55美元 布兰特 原油价格上涨0.8% 每桶是83.36美元 第8 美国前联邦众议员 里维拉 12月5号在亚特兰大机场被拘捕 他被指控涉嫌洗钱 不经注册就充当外国代理人 试图影响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外交政策 迈阿密检察官办公室指出 李伟拉在川普政府成立之初代表委内瑞拉政府游说 缓和和委内瑞拉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解决了委内瑞拉与一家 美国石油公司的法律纠纷 李伟拉为了掩盖他工作的敏感性 在聊天时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为公交车司机 一名国会议员为 扩边茂数百万美元报酬叫甜瓜 检察官指出虽然李伟拉的合同是与一家美国公司签订 但他代表马杜罗政府或者委内瑞拉企业工作 他需要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否则就违法 第九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12月5号表示 他会考虑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 博尔顿说 他考虑参选的原因是他不想让川普作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 川普周末时暗示他可能会终止美国宪法让他重新入主 白宫 博尔顿说川普这样挑战美国宪法 是对美国生存的威胁 博尔顿认为对川普对基本的地缘政治事实一无所知 川普的决定常常 由连任的欲望所驱动 在博尔顿是2019年辞职 离开川普政府之后 博尔顿经常直言不讳的批评川普 还出了一本书叫《事发之史》 披露川普的十大罪状 这件事情川普现在是唯一宣布 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的共和党人 现在包括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德桑蒂斯 前副总统彭斯预计都会竞选 共和党的提名 博尔顿应该是选不上的了,不过他就是要干扰一下川普 第10 台湾数位部的官员12月5号表示 抖音TikTok和小红书 危害国家安全产品 已经禁止在政府部门的设备上安装 在政府部门的场所使用 这意味着所有的政府部门配备的公务与手机 平板和电脑都不能下载和使用抖音 TikTok和小红书 至于是否会禁止台湾市民下载使用这些手机APP 官员表示要对事法性可行性 以及引发的影响进行评估 而且会参考数位 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 数位部的官员补充说台湾从2019年开始禁止政府部门 使用危害国家安全的产品 到现在政府部门已经禁止使用 所有的中国制造中国产的软件 台湾国家通讯委员会表示初步了解抖音小红书还没有在服务器 还没有服务器在台湾落地 这是台湾第1次禁止使用 来自中国的手机APP 台湾的 台湾的本地的学生喜欢用TikTok和小红书 11 澎湾新闻12月6号报道说中国人民大学 最近成立了中共党史党建学院 纪检监察学院两个学院 中共党史党建学院为人民大学下属学院 下设五个教研史 分别为中共党史党建理论研究史 党的建设教研史 党内法规教研史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史研究史 学院主要是负责中共党史党建相关的学科 本硕博 三个学位 本科硕士和博士 那么纪检监察学院也是人民大学的下属学院 主要是承担纪检监察相关学科的本硕博培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22年9月印发的文件 在法学门类下增设 中共党史党建学和纪检监察学两个 一级学科 今年以来江苏大学、海南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设立了纪检监察学院 中国的大学还能赌吗 都变成这个鬼样子,都变成党校了 我们讲第1个主题,中国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混乱 无所适从 各地的防控政策正在转向 网上有一段文字是这么说的 从政策上 从政策上看可以出去了 从数据看你可以出去试试 从现实上看尽量别出门 然后这段文字还说 突然解封的感觉就像从ICU捞出来 直接扔进KTV 有些感动,感动就是很感动的感动 但是又有点不感动 不感就是 害怕的那种不感动 这就是现在各地解封之后 老百姓的心态 央视采访了北大第一医 第一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叫王桂强 他建议武汉肺炎患者实行分层救治,分层诊疗 分层诊疗是一般的患者可以在家观察治疗 把有限的资源留给重症高风险的人群 那么在家里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的表现症状 可以用这个解热镇痛药 物理降温或者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吃一些药,吃些抗病毒的药 王桂强说 奥米克隆变异株感染的部位 主要是上呼吸道 所以呢下呼吸道肺炎的比例非常低,所以由于这个特点 目前致病性跟重症性比例明显下降 所以目前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所以需要关注奥米克隆 毒株的现状 一有效的控制大规模感染 第二保护高风险人群 特别是 特别是老年人,8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就是基础病,有减重基础病的病人 第三就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从央视的报道来看,政府在舆论上 已经完全转过来 完全转过来 然后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持续的放宽 但是呢大家尺度不一样,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北京市12月6号 通过微星公众号宣布 实施新的措施,核酸检测 进入商超,商务楼宇和各个公共场所 不检验核酸证明 进入社区的这个,进入小区的居民也可以不扫码 直接就进出就好 第三进入网吧,酒吧,棋牌室,KTV 剧本沙,商拿玉室等等,密闭场所 还有就是餐厅 健身房,要扫码,而且要查验48小时核酸证明 进入养老院,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幼儿园,中小学,医疗机构 一样 都是要扫码 查验核酸证明 各个区要继续提供社会面免费的核酸检测服务,之前被骂得要死 赶紧出通告 然后是杭州 杭州是12月4号发公告 不再展开常态化核酸检测 养老院、福利院、中小学、幼儿园要扫码,要这个核酸检测证明 公共交通工具不需要核酸检测证明,也不需要扫码 买四类药,就是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 四类药不再需要核酸检测 也不再需要付黄码 那么其他的城市一样 同样 宁波、温州、台州、湖州 4号到5号,陆陆续续发相同的公告 上海这边是12月5号下午发通告 进入公共场合再也不需要核酸检测证明,7天之内 没有核酸检测也不会付黄码 到上海不满5天,也不能进,也还是不能去 吃饭买东西 那不过呢,进入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等,要出示核酸检测 基本上上海保留了全市 常态化核酸检测采样点 而且持续的保持核酸检测 南京,南京市公共交通 不再需要核酸证明 也不算需要健康嘛 但是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小区 要核酸证明 反正都五花大门 五花八门各种各样都不一样 安徽最激烈,安徽就是 12月4号 开了一个会 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然后当时会议讲什么呢 讲这个防控要寸土不让 要要求强化落地检 跟踪监测等措施 啪啪啪讲了一大堆,一大堆防控措施 要推广这个出门检 什么叫出门检 什么装修啊快递啊外卖啊保安啊保洁啊家政啊这些从业人员 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让他们出门,你早晨出门上班的时候就要采样 采样之后再出门 就是欺负 欺负社会底层的人 结果到了第2天12月5号 又开一个防洪会议 这个合肥,合肥市委书记 叫余爱华 余爱华就在第2天的会议上说,我们要 必须舍弃过时的做法 要历届过头的做法 他说 全市上下艰苦坚守 疫情形势 总体可供 他说是非经过不知难啊 但是呢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 还是无怨无悔的说出来,但是呢 各种各样的政策都不一样,反正总之你可以看到 显然 国务院 给各个不同的省份 甚至各个不同的市 都有不同的政策 导致了 各个政策的混乱 不过呢随着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的开放 跨省出行开始回升 12月以来航班量 航班量开始明显著回升 非常准的数据 国内客运执行的航班量 12月2号最低是2592班 到了12月2号就到了上升到3000以上 12月6号是3906,12月7号 超过了4000 那么北京最近的航班都没有超过200 还没有恢复到11月的平均水平 上海的两个机场 已经恢复到了600班以上 稳步的上升 广州12月1号 100班以上 3号200班以上 广州上升比较快 深圳是11月 开始直线下降 时间下降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重庆 重庆的地铁客流量暴涨 12月5号 重庆地铁到了12月5号客流量 超过了100万 是上一天就是12月4号的 2.6倍 重庆这轮疫情以来 这个 地铁客流量客运量 断崖式的下跌 11月1号310万 然后到了11月5到6号其实那是周末本来应该是更高的 结果跌到了148万 然后 10月10号跌到了84万 10月13号7万 10月29号到30号跌到了1万 现在回到100万 基本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社会 这个 取消 取消封控措施的影响 那么另外 湖南省张家界市 有个县叫桑植县 他的县长叫梁高武 最近他的一个视频在网络上走红 这个视频是12月3号发布的 梁高武在视频里喊话说在外地的乡亲们 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欢迎回来 这把 把中国网民感动得要命 为什么 在此之前中国各地 都是非必要不回乡 现在有人让他回去 感动得要命 所以 你看中国老百姓就是一个这样的处境 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最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影响最大是物流 快递 那么公路货运SARS公司的数据显示 11月27号 到11月29号 全国整车货运流量连续三天下跌 29号是70.12 是2022年下半年的最低值 那么同比下跌了43.5% 然后从11月30号开始 缓慢的回复 12月5号到了78.75 仍然是同比下跌36% 那么全国整车货运的流量指数 到了12月4号 跌到了 12月28号到12月4号跌到了76.49 那基本上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12月5号全国高速公路的货运 通行 是671万 超过了上个星期的最高值12月5号 671万 那么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全国高速公路货运日均通过量是617万 那么上个星期就环比下跌了4.3% 大概是这样 现在11月下旬 由于疫情再起所以货运快递就有问题 不能正常的运行 那么截止12月5号 全国总共有10292个 末端网点就是快递的网点 因为这个疫情管控 暂停派发 这1万多个网点涉及广东 河北河南内蒙重庆 30个省市 这个网点主要是圆通的网点,圆通网点 占他网点数量的15% 那么北京、兰州、天津、太原 湖北的襄阳都列为不发货地区 基本上 快递是一个影响最大的行业 那么摩根大通维持中国重新开放的判断 他预估明年春天 将中国将会转向重开 重开之后 感染曲线将陡然变陡 骤然变陡就是上升 那么短期内消费跟服务支出放缓 也可能会中断生产供应链的活动 他们预计在明年的二、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趋势增速 那么GDP增速在第四季度回归趋势水平 那么20就是明年 2024年一季度 将会超过趋势水平 那么预测明年积极增长4% 2024年是6% 那我觉得这是 这些证券公司 都会乐观一点 因为他们要做生意 野村证券 野村证券认为中国各地解封 然后经济受风控影响的比例由一个星期前的25.1 下降到了 最新的19.3% 这个改善的情况非常的快 25 下降到19.3 那么现在 全国大概有4.5亿人人口 受风控的影响 一星期之前是 5.3亿 差了8000万 根据野村的模型 中国10月初 经济受防控措施影响 的范围接近4% 4 那么所以野村证券的报告指出 结束动态清零政策令人鼓舞 对市场影响相当正面 但对疫后重开的道路仍然审慎 所以相信会是寻觑渐进 中间有崎岖和痛苦 大概是这样 疫情大概是这样 我们今天讲今天的主题另外一个主题 习近平高规格操办 江泽民的丧礼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五套班子12月6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江泽民追悼大会 周一道会是上午10点开始 由蔡奇 主持 全场默哀三分钟 解放军军乐团奏哀乐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韩正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王岐山参加大会 然后现场直播 习近平在追导会上自道辞 习近平在道辞中高度评价江泽民的功绩 他也提到了六四事件 基本上这是标配 这个邓小平也讲到六四事件 我记得邓小平那个葬礼上 江泽民念到这一段的时候 邓小平的遗孀 破口大骂 然后习近平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1989年春夏之交 五国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 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 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 仅仅依靠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有力的维护伤害稳定 这就是对江泽民 在六四中表现的一个盖棺定论 基本上每个人都要过这一关 最后全体人员向江泽民的遗相三鞠躬 江泽民的夫人 姨双 王也平率领家属出席了追悼会 温家宝 曾庆红 张高丽都有出席追悼会 胡锦涛没有出席 习近平为江泽民举办 高级别的葬礼 你看12月1号 上海华东 医院 告别室 向遗体告别 那么蔡奇是去从北京 飞到上海 负责这个怡邻工作 这政局常委级别很高 12月1号 从上海怡邻到北京 习近平 李克强 党和国家领导人 去西郊机场引领 这是12月1号 12月5号 在解放军总议院 习近平领导人 率领政局委员 到告别室送别 然后送别呢 不仅送完之后 又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灵鹫停 停在1号停 习近平再率党和国家领导人 再沾壤怡荣 再慰问家属 到了12月6号 人民大会堂举办追导大会 1997年邓小平逝世 灵就是停八宝山告别时 没有停1号停 基本上你可以看 又是怡邻 又是告别 基本上江泽民的葬礼规格超过了邓小平 和毛泽东差一个 毛泽东就差首都群众追导大会 首都群众追导大会 就差这个群众场面 那么外界也看不到那么多细节 但是呢 这些安排显然是刻意为之 刻意为之 那么习近平就有用意 他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我分析有几点 第一点 凝聚党内团结 中共20大刚刚结束 新班子上台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件事情 让全党上下 因为 大家知道 20大召开意味着什么 党内打成一锅粥 对吧 打成一锅粥 现在会议尘埃落定 那要让全党上下凝聚共识 形成团结的氛围 江泽民的葬礼 当然不是一个喜庆的环境 但是 也是党内团结的场合 这是第1个 第2个 化解近期一系列 不利的 这个影响 以不利事件的影响 大家知道白纸革命 给中共带来一系列的冲击 那么围绕着动态清零政策 习近平显然遭遇到了政治上的一个某种程度的挫败 那么大办江泽民的葬礼也是一种对冲的方式 这是第2 第3 江泽民对习近平有知遇之恩 那么习近平大操办也是一种回报 尽管江泽民跟习近平之间 过去一段时间并不和谐 他们之间其实矛盾很深 但是习近平要操办给大家看 这就是习近平的价值观 给大家做个榜样 立个规矩 在江泽民葬礼 基本上在中国政坛是一场公开秀 每个人都是一场演出 平时看不到这些人 我们一个个说 习近平 习近平没有在追导大会上 没有表现出悲伤的表情 不大入戏 不大入戏 江泽民当年在邓小平的追导会上表现得非常的悲伤 用手帕 擦拭眼泪 这是一个习近平 胡锦涛 胡锦涛没有出席追导会 但是他出席了告别仪式 在告别仪式上胡锦涛看上去精神状态不错 但是仍然有人参扶 他是唯一一个 上去跟王冶平 他当时表现得很 有些激动 上去跟王冶平握手 他认得王冶平 其他人都是双手合十 鞠躬什么的 他就是上去跟王冶平握手 大家知道胡锦涛 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一直是在江泽民的阴影之下 胡锦涛跟江泽民他之间肯定的他们的恩恩怨怨 不放下也得放下 对吗 这是一个胡锦涛 还有一个就是曾庆红 曾庆红是江泽民的大内总管 跟江泽民跟了很多年 后来跟江泽民又翻脸 追悼会 追悼会没有给曾庆红镜头 可见他的排名已经很靠后了 告别仪式上有一个曾庆红的镜头 因为他每个人过来鞠躬他都给一个镜头 曾庆红在这个镜头前停留的时间比别人长 这是第1个 第2个 曾庆红的表情看不大清楚 因为他镜头不是很清楚 但是曾庆红有一个欲言又止的样子 而且他走路有点不自然 身体有点问题 在这么多人里面 曾庆红其实应该是心情最复杂的一个人 当年曾庆红一个人陪江泽民去 去北京 江泽民去北京就带了一个秘书 就是曾庆红 曾庆红是江泽民的大秘 然后陪着江泽民 帮他出谋划策 帮他运筹帷 帮他坐稳了位置 甚至跟他一起改变了中国 所以 曾庆红跟江泽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他和江泽民的关系难分难解 这有点像 不知道 不知道他们很难形容 在这个场合 其实最应该出现的是谁 是朱镕基 朱镕基起不来 身体应该是身体状况 身体不身体都不好说 是不是愿意来也不好说 没有江泽民就没有朱镕基 同样的没有朱镕基 江泽民也没有今天的工业 这是 还有一个就是贾庆林 贾庆林是江泽民在他的政治局当中私人关系最密切的 一个人 他是在一级部的同事 江泽民非常关照这个贾庆林 还有一个是谁 还有一个是李瑞环 李瑞环 李瑞环我是在告别仪式上看见 李瑞环 李瑞环年纪大 李瑞环曾经是 邓小平 作为 江泽民一个备胎 江泽民不行就上李瑞环或者是乔什 乔什跟李瑞环都是江泽民的备胎 所以李瑞环是很有个性 小木匠 我们叫他小木匠 他真是木匠出身 而且思想很开明 他刚开始跟江泽民是有一些分歧 但是江泽民还是很尊重他 给他空间 政协主席 而且在政协在天津的 人士都很尊重李瑞环的这个利益 最后李瑞环也承认江泽民作为他们的政治盟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江泽民还是有一定的气度 他还是能够容忍其他人 这里我们讲到江泽民 我就讲到江泽民祖籍是哪里 很多人讲祖籍是扬州 其实江泽民的祖籍是江西 他的祖籍是江西上饶 现在是江西上饶 叫雾园 雾园的江湾 那么他的高祖从 这个江湾迁往江苏的扬州 雾园其实不是江西 原来不是江西 是灰州府 灰州府有六县 其中 其中一个是雾园 也是灰州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中共建政把这个雾园划到了江西 江泽民曾经去过江湾 就是雾园的江湾寻祖 而且提写了江湾这两字 江湾有一个宗词叫肖江宗词 为什么叫肖江 肖江的原因是因为江湾的江氏 是肖和后人 改姓而来 所以叫肖江 肖江宗词 所以 往上追 江泽民他应该是肖氏的后代 这是江泽民 再讲曾庆红 曾庆红生于安徽境县 他的祖籍 他的祖籍 也是 江西 所以江西还蛮多人 他是江西吉安 江西吉安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谁 今天可以顺便讲一下 这些很多中共的元老都是江西 江西的祖籍 另外一个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的纪录片邓小平第1集 介绍邓小平的祖籍 邓氏家族 一世祖叫邓赫轩 元吉也是江西吉安 他是江西吉安的庐陵县 庐陵县是什么地方呢 有个人大家都知道 叫文天祥 邓小平的祖籍跟文天祥是同乡 庐陵县 庐陵县有一个 吉州遥博物馆 吉州遥博物馆叫永和镇 永和镇 就是文天祥的故里 所以文天祥跟邓小平 祖上是 同乡 我们再说一下习近平 习近平也是祖上也是江西 习近平在党史文院里面记载 习市的始祖 叫文德公 文德公是哪里呢 是江西省 临江府 叫新干县 三点数一个金字 现在也读新干县 新干县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干沟的干 叫华城门村 现在叫唐头习家村 习家的祖 祖宗的地方在这 第八代 第八代 习家第八代叫思 思晋宫 明朝 洪武二年 是1369年 由新干的唐头习家村 迁到哪里 迁到了河南 邓州的盐子里 就是现在的邓州的石灵寸 习迎村 也是姓习 那么永生宫 于浅 在同志年前 同志年前就大概是 1865年到1870年 由河南的邓州 眼子里 迁到了陕西的负贫 齐仲勋 齐仲勋 是他们习家 第24代后裔 所以 追上去习近平也是江西人 还有一个人是谁 还有人是毛泽东 毛泽东 1988年 井冈山他们搞这个纪念馆 派人去韶山 毛泽东纪念馆收集资料 发现了一份 韶山毛氏族谱 这个毛氏族谱里面记载毛氏的始祖 叫毛泰华 他是江西吉州隆城人 最终考察 考证 湖南的 湖南韶山的毛氏始祖 是从江西的集水迁过去 集水 集水的毛氏族谱和韶山的毛氏族谱 记载一致 这是毛泽东 剩下还有一个叫华国锋 华国锋的祖籍是江西辅州 崇仁县 白鹿乡 华家村 当年华国锋一举粉丝四人帮 然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家村敲锣打鼓倾注游行 这是华国锋 还有一个 胡耀邦 胡耀邦的祖籍是江西高安县 五桥乡 叫蔡西湖村 他是华林世家的后裔 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89年去江西高安县巡祖 他看完祖谱 确认 湖南文家市的胡氏就是从高安签过去的 江西日报有一份报纸 江西日报办了一份报纸叫江南都市报 江南都市报曾经一口气做了七个专版 介绍这些 祖籍江西的政治人物 我再介绍几个大家都会很意外 孙中山的祖籍是江西宁德 还有一个人叫 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 陈独秀的祖籍是江西德安 还有一个人 叫刘少奇 刘少奇他的祖籍也是江西的积水 他跟毛泽东的祖居地是相同同一个县 这个县还出了另外一个人叫彭德怀 彭德怀的祖籍也是积水 还有一个是谁 还有一个就是陈毅 陈毅也是德安 胡耀邦是高安 然后杨尚坤是哪 杨尚坤是太和 泰河大家知道 泰河 出一样东西 就是乌鸡 乌鸡白凤丸泰河,泰河出乌鸡 所以顺便 江泽民死了,我们看看 江西是中共的龙脉之地 我们就扯远了 好吧,那就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情况,上一周微信视频号 一直显示后台审查无法转发 也没个说法 昨天终于可以转发,原来是除了APP变黑白之外 还有各种守灵 情况,目前状况很不乐观,白纸革命的几个主要城市还在抓人 有不少被定位到的人得被再次带走 一定会这样做 为什么 他要警示后面的人 你要做这个动作,你会后果的 而且他不仅要抓,要让你们都知道,我抓了 所以 大家使劲的传播这个消息,其实呢,这是中共最想要的效果 情绪家提问,白纸革命热度没有了,墙内墙外也没有人提了 我想问这个事情会不会就这么玩了 人们又开始岁月静好唱赞歌,一切向前看 忘记了曾经的苦难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 那些上街的勇士会不会和戊戌溜金子的 谭思同一样 本来想用鲜血唤醒民众 却结果换来的人血门头 你是在提问吗 你要我给你一个答案吗,我给不了你答案 为什么 答案在每个人的手里 这件事情会不会变成这样 谁也决定不了 不能说我给你一个安慰剂,告诉不会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 我不能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安慰剂,这件事情不是谁能提供答案的问题 不是其他人提供答案 答案就在你自己手里 每个人的手里 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件事情,这是第1 第2 白纸革命有没有热情我不知道,热情是不是消失了我不知道,因为 白纸革命其实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对人心的影响 不是说在 在马路上看见有人举白纸,他很有热情 不举白纸就没有热情了,不是的 他最大的影响是人心 人心是什么意思 白纸革命让中国人民都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把我的饭碗拿走,我就把你的证券拿走 我才能够得回我的饭碗,否则我就连饭碗我就要饿死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认知 这个认知在世之前是没有的 这个认知会改变很多事情 但是之后会怎么发展,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你说看的界面上很安静,突然一下子有一群人跑出来,你怎么知道 没有人知道 就像白纸革命发生 发生的情况是一样的,没有人知道会这么发生 观点 白纸革命影响力不会消失 只会因为 施政调整短暂歇息 思想的启蒙 是至为关键 以我经历的过去15年为例 当年香港人宝玉皇后码头,启发了广州人民宝玉 天字码头 香港人启发了广州人发起粤语运动和南方周末运动 当年广州江南西跟五阳新村活跃的人 也有不少参与了海珠桥的白纸运动 有时候 一次次的觉醒更让 让更多的人在等待,等待为改变发生 尤其是这次上海人勇敢的呐喊 更让大家知道他并没有那么强 我们可以say no 是这样的 白纸运动其实 他不需要很 我不觉得你会看到很直接的结果 但是他有一点 有一点 就是 他把那层窗户纸给捅破了 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我认为这是白纸革命最重要的价值 这白纸一捅破,大家已经,哦,原来 没穿裤子 情况,广西玉林地区某市,财政局的亲戚说,第1次 市区 封控花了3亿,第2次花了1亿多 现在财政根本没有钱,自来水厂 天然气等经营权全部卖掉了几十年 几十年的经营权都卖掉了 以后你怎么弄 观点,这几天看了很多 回忆江泽民的视频和文字 他远不是玩人或者是好人 但是只是因为有同行,习近平的衬托 我还是怀念他和他的时代 江泽民是个海派男人,注重仪表,很会算计 有时爱表现,接受过民国的教育,除理工科专业以外 还略通外语,音乐和书法 作为党员,他闲暇的时候也看西方的小说和电影 就是因为他,所以我们才能看那个 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就是 江泽民要看 那么有时候去寺庙和僧人交谈,对比一下,习近平是北京红二代 西北大汉 的成长经历和风格 实际学历不到本科,还不如江 不到本科 小学毕业,什么不到本科 工农兵学院的不算学历 情绪前两天确诊,症状医治不明显 今天大卫开视频讨论复工复产 接下来每个人要做的事情 席间领导问我,感觉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同时守住 助劳底线思维 坚持防疫至上 坚持动态既定不动摇 随后大家沉默几秒 讨论别的话题 好吧 你这也是 把天都给撩死了 情况 山东某985再读,学校文件要求校外住宿的46级考试 三天核算证明 但我们院书记让班长通知我们,必须从今天起 到指定酒店隔离三天 考试当天自行联系防疫办,派车把我们从隔离酒店 送到学校 时间也要自己协调 我向班长索要和 书记的聊天记录 准备投诉 但被告知书记从不在微信回复,只打电话通知 将无痕施政一以贯之 虽然结果是我投诉成功,但这种人为制造困难的无意义之事 浪费了一整天 还是让我既沮丧又愤怒 都会 都会,都会这么干 江泽民呢 怎么说呢,江泽民当然 一代不如一代 基本上中共的干部是一代不如一代 胡锦涛不如江泽民,这个习近平不如胡锦涛 我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是对人民的态度 一代比一代差 坏 狠 一代 维稳体系是谁 江泽民开始 胡锦涛,胡锦涛建立起来,有很多人说胡锦涛有多好多好 你神经命,胡锦涛有多好 维稳体系 和谐就是他干的 三铁就他开始,三铁封号是从胡锦涛开始的 胡锦涛那些大V被胡锦涛 整得够呛 所以其实你没经历过 没经历过你怀念他 我不知道你怀念啥 都一样 就是程度的不同 就是一个比一个恶劣 所以 我不怀念他们 我一个都不怀念 没什么好怀念的 我们理当得到更好的 他们给我们越来越差 仅此而已 情绪动态清零让地方财政几乎见底 外资撤离,经济代价巨大,一个城市动辄静 几乎把经济毁灭 形同经济自杀 取消动态清零不仅立国立民 也符合中共的利益 早早取消动态清零本事顺理成章没有意义 没有想到习当局尽量还要等全国各地 民众冒着巨大风险上街抗议 才做出这个有利于经济也有利于中共的决定 甚至还那么连滚带爬,习近平的政权真的很匪夷所思 就是专制政权的特点 专制政权的特点就是 就有的时候你觉得根本不可理喻,他就是不可理喻 情况,上海普通今天去家门口的超市买啤酒 门口没有人管,进去了 收银台的阿姨说 必须扫藏所码,不看核酸日期,我扫了 他也没看 情况,今天从外地到上海 以前只要有核酸就能通行 现在所有的必须落地减 不管外地有没有核酸证明 并且满五天不能进公共场合 还没有取消,是的 据说炸油条是炸勤快 那么炸包子是炸,油炸包子有谁办个尸体叫民主 这有什么好 取习近平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之意 OK 情绪搞笑的一天,虽然有强制 但是买账的人并不多,打开朋友圈或者微博就可以知道 当然经济界的大佬还是挺配合的,该做的动作一步都没有少 在这里通过王老师的平台,我想对这些经济界的大佬说 当比那些 那些比你渺小的人,毅然举起白纸 反抗暴政的时候,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一个全新的时代慢慢的展开,咆哮吧 咆哮吧,痛斥那些光的退缩 观点,进退失据 宽延皆悟 从欧美与韩日台 最近两次疫情高峰对比,可以清楚的看出 充分有效的疫苗 mRNA接种 加充分的 感染率,就是疫苗免疫加自然免疫 才能避免奥米克戎大规模的爆发 和死亡 而这两点中国都不具备 说奥米克戎已经类似流感是误导 但中国也没有选择,唯有开放,拒绝引进真正有效疫苗是一切的 祸端,非常对 拒绝这个有效疫苗的引进是一切的祸端 这个祸端的 始作俑者是谁 习近平 习近平 不久的未来,如何有效的利用现有的医疗资源是关键 如反其道而行之,动辄关闭医疗机构必然导致社会的恐慌,是的 请问 随着核酸的解封,已经有北京的朋友扬了 也看到网上有很多害怕的声音,我支持解封 但是我也深知国内没有有效疫苗,我想问 怎么才能够让政府去引进国外的有效疫苗,而不是等 一场人道灾难的发生 这场人道灾难的发生,这个预判不一定 不一定就会发生人道灾难 但是会出现问题 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大规模不好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他们 去引进国外,这件事情我们骂了三年时间 至少两年时间吧 提问,这20年中国一直有很多保健传销 我家人被一个叫做完美中国的保健品传销洗脑 每个月花10万左右购买这些保健品 但是这种保健品被中共定位为直销,而不是传销 这背后是否有保护伞,保护这些传销公司当然是 最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一个亲戚在 在哪儿,在国内 在国内 杭州不知道什么地方 开店被人欺负 然后就要告,要打官司,总之就要闹 闹回来 欺负那个人呢,欺负他的人呢,是什么呢 是官宦子弟 官宦子弟 就反正要赶他走 历史就这意思 然后就问我怎么办 我给他的说法,现在其实在中国 中国你要抗争靠的是什么 其实 如果发生冲突 最终 最终谁 最终胜负靠什么 靠政治势力 最初靠财力 你有钱还是我有钱,我有钱那怎么办 我有钱我就赢 那你没钱就输,没钱那怎么办,我就去找 找这个有 有利人士 就政治势力 为什么要投靠政治,投靠政治势力,投靠官员 就是政治势力 最终是政治势力之间的对决 那你就想一下 你是不是值得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 你说这个你认为他是传销 但是呢政府说他是直销,说明什么 背后有政治势力在罩着他 中国的事情不是说 违法就不能干,也不说合法你就能干 违法合法 违法的 你能干 原因是什么 背后有政治势力 合法的你不能干,说明什么,说明有人 政治势力不想让你干 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中国,中国是一个丛林法则的国家 他的国家特征不明显 原因就在这里 情绪,这次对江丧礼,让我想起港产片里黑帮 给被暗杀的老大送行的场面 港产片,你可以看看台湾,台湾也有 情况,今天从广州回南京,坐高铁不用隔离,坐飞机却需要隔离 居家隔离7天 社区转运 凌晨1点被运上两架公交车 一直到中午12点 才来人转运 车上的人被冻僵了,只有社区拿来热水袋 误热才能动弹的签字 观点,白纸革命就是那个说 他没有穿衣服的小孩,不管怎么样 至少是个开端 提问,接下来几年中国经济的状况在结束清零之后 会好转吗 结合秋招状况不去海外读研 国内真的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 接下来几年中国经济的状况,我真的很难有信心 家住广州除了去日本,没有太强的移民倾向 所以在纠结中 清零结束肯定经济会比之前要好很多 你看这个交通情况你就知道 交通情况可以反映经济开始 动态清零的结果是什么,动态清零结果就把人动起来 整个城市冻结了 不能动 什么都没有就是零 解封,解封意味着你能动起来,能动起来肯定 比冻江的状态要好很多 但是就算是没有动态清零这件事情 本身中国经济 今年就很差 本来就很差 再加一个动态清零,那就是差上加差 那我们相信明年就取消了动态清零 会好一点 那显然会比 动态清零的状态要好一点 但是按照他的经济规律,经济周期来看 明年会比今年要差 但是只有动态清零这件事情在好转 其他的事情都是在变得越来越差 你比如说出口 出口会越来越差 为什么,因为供应链在转移 所以出口会越来越差 那其他的国内的就不用说了,所以 我觉得 明年会比今年差 而且差不随心办法,就很多东西你会 原来都是拖着嘛 混着 拖着 熬 那明年可能就有些就熬不住了 熬不住就要见分晓了,有些东西要见分晓 那一见分晓 它产生的后果,产生的冲击力是巨大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房地产 明年大家千万要小心房地产的问题 房地产是个 是个坎 明年能不能过去 不好说 你看现在 从11月份到现在 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 房地产这个行业出了多少政策 中央一级的 10个大政策是没问题了 又没效果 完全没效果 情况最近汇率下降,家人想换些美金出国,地方银行办理通过 但是被省外省里以各种理由原因打回,看来国内外汇管制还是非常的紧 打回继续办 办到底他是要给你办的 打回你不办呢他就赢了 情况,我在上海杨浦某985读书,今晚因为学校里有核酸异常 全校停课 各种考试也一下子没了着落,以前去国外交流 中国的学生勤奋程度在各国大学里 是第一梯队,我们值得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学校再封寝室 我和我的同学不会再向四月任人宰割 说得好 情况,上海苏州两地每天通勤的人来说 苏州进上海 落地捡 单人单管 上海回苏州什么都不管 最近两天长山脚 风抢 莲花清温,十几块 现在卖到40多块 越跟他们说没用越是抢 你就让他抢呗 花点钱也不坏事 情况,近期美国碌碌口岸对中国人的检查变得严格了很多 即便持Nexus 卡 依旧要盘问,OK,提问我在大陆读 大陆言二在读,目前入党会不会是49年入国军 出于自身的利益入党,想着以后体制内更好 我不知道 如果你入党 你以后移民美国就有问题 这个要提醒一下 其他的就我看不到 影响是什么 鸣谢姥姥王,太平洋彼岸的已经是午夜时分 还听王先生节目的粉 网友 是真铁粉 好的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